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是就是欧洲那边吧 欧洲那边相对来说我们成绩要好一点 就是团体我们代表荷兰 我们荷兰是连续四次拿了团体冠军 然后我自己单打就是去年的欧洲十六强打了一次冠军 然后就对我来说就是还有奥运会嘛 就奥运会如果在中国估计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奥运会参加了三次 视频赛有一次是拿了铜牌 对双打有一次拿了铜牌 我有个儿子 但是我在国内生活 我现在基本就两边飞 飞的挺多的 然后就是因为孩子在中国嘛 所以我基本上偶尔在中国 然后每个月飞出去比赛 每个月去荷兰 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最难的就这点 因为我们我基本上没有系统训练 因为平时带孩子也挺多的 然后基本上自己能够保持一个星期 能够练个四次到五次这样的 然后或者是大赛前到欧洲去 然后集训一下 这个工作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对我自身来说 其实现在乒乓球就是我的工作 而且我特别喜欢 我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说年龄的区分 我在国外 我们在国外可以一直打 我现在觉得我只要身体能够承受的情况下 我可以一直打 因为这个也是自己很喜欢嘛 而且我觉得乒乓球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